歡迎收看WTO姐妹會 在台灣現在外籍的媳婦相當的多 根據2013年最新的統計 外籍真的越來越強大了 對... 可是為什麼這麼少來WTO呢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行列好不好 對...當然我們現在就是萬中選一的 是...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台灣狠角色 不是...是台灣好媳婦 台灣做媳婦都很厲害的對不對 嚇死我 我以為這邊通常都是殺手有沒有 這樣子 在你們彼此的眼中 誰是真正的好媳婦 我覺得... 阿沙米 阿沙米 現在跟你長得像嗎 沒有...就是有像嗎 好高興 你有看到阿沙米有開心的樣子嗎 沒有 他大部分出去買菜 都是要想說婆婆那個可以吃 那個不能吃 那個...就是都是關於他婆婆 才可以吃 我說阿沙米好偉大 如果說今天是小吃出去 婆婆不能吃 我...我都買不能吃的 婆婆不能吃的 不能吃的 好可怕 好可怕 對啊 我跟你講 我婆婆吃這個會過敏 買 怎麼會買一些 對... 我婆婆也在看耶 不行 不是啦 婆婆不能吃 買給他 不是... 給他 婆婆顛倒了 婆婆不能吃 真的一道菜也要買 對 但是也要買 對 買給我們吃 大家吃 多買一點 是喔 老婆婆可以吃 少買一點 因為他一個人不能吃而已嘛 對 我們應該是 這樣想對不對 不像他 你怎麼會這樣說對 你怎麼會這樣說對 你怎麼會這樣說出來 通常我們都是 如果長輩不喜歡吃 這個就不要吃 真的嗎 全家都不能吃嗎 就不要吃 又不是天天都不吃 這個他們不吃而已嘛 不... 所以... 你才認為他是好時速 對 他果然跟妳比起來是好時速 對... 那你自己覺得呢 我也是覺得 你看 因為... 為什麼覺得他 因為他跟婆婆住幾年了 我知道他筆記也不是很好 也會跟婆婆住 應該不會很認錯 也會盯著 可是跟婆婆住了好幾年 也是很偉大 是喔 對啊 像... 因為我一階段都沒有婆婆 所以我不曉得跟... 如果我跟婆婆住 會不會繼續住 或是一定回去了 是喔 我不知道 會分氣 沒錯 可以 你們可以先 你們可以隱藏一下 自己的心情 是 阿三米妳怎麼樣 他們是誇獎我還是... 他們是誇獎 當然是誇獎 妳講好脾氣 壞脾氣並不代表是壞媳婦 對 這不一樣喔 對... 其實我可以接受太太是壞脾氣的 對 其實很多事情她就做好了 是 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阿三米 你看大家都這樣子 就這樣誇贏 對 那妳眼中誰才是好媳婦 我覺得她才是... 她哪裡人 對 對啊 因為她就是... 她... 別電 別電 沒關係妳 沒有 因為她 雖然是她先生住在國外 但是她繼續住在台灣 因為賺錢好嗎 對 對 今天是我結婚週年日 好 謝謝 十八年 台灣幸福 十八年了 二十六年都還沒講 好 底箱有魚 怎麼說 好... 那重點是 重點是就是有一次 我們姐妹一起出去玩的時候 就是很開心嘛 可能超過十二點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 我突然間不見了 然後 她好像是在外面講電話 很久很久 原來是她 因為偷偷出來 然後就是被先生發現 然後 從口外打電話念她 然後她 她沒有進來 就直接乖乖的回家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還是會聽老公的話 這樣子非常 非常厲害的一件事 要是我 那我絕對不會回去 我說好 我回去 然後我就關電話 還是繼續關 我要從妳學 對 來 Kim妳覺得呢 阿三名我很愛妳 但是我沒有學妳 第二 不過她很棒 都很棒 第二名是小獅 第一名是龐琳 然後我講這個 我覺得第一 她畢竟是華人 所以她來了解台灣的文化 會比我們跟日本人 還稍微容易一點 加上我覺得她 有很多方面看出來 她是一個先起良母 對 然後最重點就是 她的名字非常棒 裡面帶一個龍 所以這個可以抵制公婆 押制公婆 所以這是好媳婦就對了 好媳婦跟押公婆 所以押出來很抵制公婆 但是好媳婦 她有這個力量 對 好 真的 我不是個算名 我的解讀好不好 OK Amy呢 妳怎麼看 我有學Gina Gina Gina 對 我記得 她是到底啦 我覺得好可愛 她 我每次跟她聊天 我覺得她很開心 那她上節目的時候 我聽她講她老公的故事 我覺得她對老公怎麼那麼好 真的很體貼 那我還在記得 我第一次在WTO節目會的時候 我覺得很緊張 我真的會拍 我沒有上過哪個節目 可是她一直在我旁邊說 不用拍 不用拍 妳不用緊張 妳很棒 妳很厲害 這樣子 我真的她非常體貼 所以 不是 我覺得選好媳婦 選好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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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如果當她老公 我覺得非常開心 所以妳覺得她會關心別人 她也會關心家人 對 聽書 對 聽書 妳會是講點 不會這樣講 聽話這樣 妳還不要 妳覺得 妳就是當作 道聽途說 對 好不難 聽說這些消息 可是我說真的 好媳婦不容易當 尤其要在台灣當一個好媳婦 其實文化的不同 有很多事情要去學習 是 那你們當初還做了什麼事情 來學會 Amy妳剛剛有做很多努力吧 我比較來台灣的時候 我是要改很多我的原本的想法 我好像我是英國人來台灣 在英國我沒有做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不對 那好像我們的婚禮的時候 在英國我們的婚禮 就三十個人四十個人 比較近 對 都是我的好朋友 都是我的家庭 可是來台灣 我跟老公結婚的時候 是五百個人 然後我覺得很... 我個人覺得很誇張 因為百分之四十個人 我老公沒有認識過 都是婆婆觀眾朋友 然後我也覺得很奇怪 可是我覺得 我真的想到那個想法 就是台灣的文化 對 還有我婆婆 我本來的時候 她一直說 這個不可以傳太少的 你不可以合併的 你不可以這樣... 一直這樣 然後我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要管我 我覺得不行 可是後來老公跟我說 是因為婆婆很愛妳 她要關心妳 她真的很愛妳 所以後來我 我覺得我 我不可以用那個 英國的想法來台灣 我擁抱我的想法 這很重要 妳是叫妳不要喝冰水 對 妳是冰 KIM妳的公公婆婆 是南部人 對 所以妳一定 吃更多苦頭買 我跟妳說 很痛苦的事情 說實話 我公婆人是非常好的 對 但是畢竟真的是 文化差別很大 對 所以我剛結婚的時候 我就比較笨 應該是這樣講 對我來講 因為我公公是一個國小 三十年的小學老師 她非常嚴格 那我婆婆也是 她們不喝酒 不抽菸 不獨博什麼 我很愛的事情 她都... 所以要改 確實要改很大 然後我老公的家庭 其實她們很可愛 非常多的三國六婆 人多就對了 然後她們是衣冠道 所以她們是吃叫做五昏 五昏 你曉得嗎 不知道 五昏 你是什麼意思 怎麼叫五昏 衣冠道就吃得比較嚴格 師父做 吃得大概比我還懂 蔥 韭菜 熱酸豆跟麴 就是有五種東西 以宗教的是不可以吃 雖然是植物但她算昏 對... 味道比較重的那種 是不可以吃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 是因為這個人說 這個叫做達摩 是 所以我要學會她們的拜法 有達摩 有觀音菩薩 有光公 還有什麼 彌勒佛 我突然說 有這麼多 拜不完 對 而且每一種拜法都不一樣 對 你都要學 對 我都要學 可是學不像 對 所以我算不是 我... 你才是第一名 可是我問一下安娜 安娜來台灣多少年 快十九年 快十九年 很久耶 所以你應該也 經歷過一些很辛苦的事 因為我來台灣 就是跳舞 看不懂都不會講 不會講... 不知道什麼... 什麼出去的家朋友 什麼去買菜都不會 如果我老公告訴我說 什麼菜什麼買... 我會一起念 念到去那邊買菜 如果去那邊買牛菜 買... 馬上咖哩菜 什麼啦 就是我看不懂 一直努力要學 這是很辛苦 對 有時候我講的時候 就是... 他們一直嚇我 一起嚇 我他們一直嚇 他們嚇我 我說我講錯了 有時候講我沒有生氣 我沒有嘛 就是... 一定要一起笑啊 你就是蒜頭啊 我講像... 蒜頭就是講不一樣 他就這樣大 像蒜球啊 對 像你酒一樣 就是這樣大... 你看這時候 Ten多開心 他都不能吃蒜也不能吃韭菜 什麼都... 不用玩過 你不用... 省掉這個麻煩啊 對不對 你爛了你 這樣說起來 我為了那個... 變得好媳婦 我先改我的筆氣 因為我以前 筆氣其實有一點那個 打燒劑那種 就是... 拉開很多啊 就是... 就... 從小到大 不知道什麼叫忍耐 對... 不知道啊 來台灣才學會 對... 妳是公主耶 以前我會... 就是印度沒有煮過菜 可是為了老婆 我都自己煮菜 前天還要跟我去朋友家 睡那個兩瓣 對啊 昨天煮得真的很好吃 什麼都沒有算 我小孩子跟老婆 全部都吃罐罐 對啊 好愛你喔 以前我都不... 就是... 我來的時候 就叫賈莉的那個房佣 阿姨去生活公車站 下課時候來接 爸爸媽媽都罵 你沒有手啊 不會錢拿 雨季的時候 出門要庸人幫你拿閃 超扯動啊 所以我是叫他生活公車站 後來五點的時候來是接 可是我常常被爸爸媽媽罵 他說也不是你親的 不會錢拿 可是我來這邊以後 我都覺得我變同樣事情 我誰在家裡坐 現在好可憐 我知道自己牽閃對不對 他去上課 的時候他們上公車 不是會突然下雨嗎 對 我覺得打電話 他有沒有帶醫生 他說沒有 我就拿著繩 那家公車站等 他說冬天不是很冷嗎 我都覺得真的是 我都覺得我該了很多耶 另外一位 對 其實阿三米以前 生我跟現在差很多 真的 我有說過西方的教育 對 所以我比較沒有辦法 就是乖乖聽婆婆的話 那尤其是 還有那個煮飯的部分 就是學台灣料理也是 非常難的一件事 然後又挑什麼菜 都是會備念 他說這個太什麼 太老 對 太老 要選好一點的怎麼樣 然後要買的東西也是 大部分都是地瓜葉 野菜 然後鮭魚 鮮魚 就差不多這樣子 就不能買其他的 譬如說多汁的那種 鮮魚 鰻魚什麼的 他們都 婆婆就會說 這個以後不要買 因為他不吃 是... 對 他是這樣子跟我講 對 但是也是要感謝他 因為這樣子我才會做 妳好可憐喔 對 都不能吃 對 因為是這樣子 我也學會做台灣料理 所以也要感謝他 那我也是像妮蘭一樣 以前從來都不做菜 就是家裡都是爸爸媽媽都弄好 全部弄好 然後你就只要上桌去吃 或是什麼樣 什麼家務是什麼都不需要做 那也是跟我老公結婚以後 我開始下廚 但是因為那時候還在上海 對 所以我就會跟我... 因為我婆婆在這邊 我也不可能打長途電話說 怎麼怎麼樣 然後我就會跟我媽媽去學做菜 那做給我老公吃 可是我就發現 我老公怎麼都吃得不是很多 那我就問他 我說是不是我做得不好吃 我老公說不會啊 你做得很好吃 然後我就想說 那為什麼你都吃那麼少 他也沒有跟我講 然後我會說 那你喜歡吃什麼菜 可是他講的 所有的喜歡吃的那些菜 都是台灣菜 譬如說像滷肉飯啊 肉燥那些 然後譬如說滷豆干啊 這一些 那像在我們那邊都吃不到 我老公是不吃帶肥的 肉的 他是只吃肉 而且他是不吃骨頭的 有骨頭的肉 他通通都不吃 可是這兩個加起來才好吃啊 對... 對... 可是他不要... 他說魚 他也是只吃那種像那種 雪魚 鮭魚 海魚 對 沒有任何刺的那種 就是直接一根大刺拿掉 不能有任何一根小刺的 那個時候我在上海的時候 我在想說可能是 因為他長年一直都在海外 就是沒有回到台灣 可能想要吃到那種 家鄉味的那種菜 所以對 我後來就跟我婆婆去學了幾道 然後我就做給他吃 我就發現他可以吃好多 原本可能吃一小碗的那個米飯 他可以配兩碗米飯 然後烘烘肉飯或者是怎樣 就很下飯 所以後來他本來是秀的 沒有 有意思就被我養得比較胖 對啊 好 那Gina妳呢 妳家有...有用人幫妳撐傘嗎 但是妳老公也不吃帶婆婆的 然後... 我是跟他們有一點不一樣 我是叫我婆婆 叫韓國的料理怎麼煮 我婆婆原本很會煮 可是她想要學那個韓國料理 所以我就叫她嘛 我原本很會煮喔 就是蠻會煮啦 不是很好 蠻會煮... 蠻會煮 可是婆婆在我的旁邊緊張嘛 所以就是叫她就是小魚乾 韓國怎麼弄 就放辣椒粉 然後醬油 然後就放蓋子就出來 就燒焦了 我說小魚乾怎麼會燒焦啊 就奇怪 反正這樣就是第一次失敗 第二次叫她那個海鮮煎餅 可是海鮮煎餅是 原本就很容易燒焦的 所以就沒炒 對... 都在預料之中的 沒有 她有心機 她明明就很會煮 她還說沒有 還可以 所以她不想讓她婆婆知道 沒錯 反正... 不是... 不想煮 一直聰明 這件事情掩蓋過去 真的 反正... 反正我老公很喜歡我煮的 所以我有一次就是幫她煮那個 就煮 她說怎麼那麼好吃 所以妳只喜歡煮給妳老公吃 不喜歡煮給婆婆吃 真的 然後我一個人就回去韓國的時候 她就打電話來說 請趕快回來 我想吃妳煮的下人蛋炒飯 她說台灣炸不到 跟我一樣的味道 那是燒焦的嗎 沒有 就好吃 有可能 可是我說真的 我們這邊姐妹們的手藝 大家都嘗過 有的真的是不錯 對 真的不錯也沒有來 真的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想說 這個好媳婦要選拔嘛 那最好就是讓大家可以看得到 也吃到他們的手藝 所以我們就請了兩位代表 好好的表現一般 待會兒我們也可以品嘗一下 料理東西軍 就是哪兩位呢 我們看一下VCR 來 大家好 我是歐陽山WTO的姐妹 今天我們有一個台灣好媳婦的PK賽 那 阿三米就是我的對手 日本人很可愛 可是太年輕 我這麼資深 我一定會贏 大家好 我是阿三米 我聽說今天的對手是Kim 拜託她根本都不會煮 她是美國人嘛 所以只會 而且呢 在台灣比較久不代表會煮喔 今天的台灣好媳婦選拔賽 派出了歐陽山和阿三米 來挑戰滷牛腱料理 那到底是資深的美國媽媽 比較厲害 還是日本太太的料理 比較能擄獲評審的心呢 大家看 好漂亮的一塊牛腱 這個食譜 是我從台灣很有名的阿基斯 學來的 好可惜它都從頭到尾 基本上是講台語 所以真的是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我看了四遍 所以應該是學得像 除了今天最重要的主角牛腱以外 歐陽山還準備了 許多台灣道地的調味料 以及白蘿蔔來燉煮 而另一邊 阿三米也蘇人不蘇贈的準備了 琳蘭瑪木的材料 還有特別的秘密武器 我的秘密武器是這個 有加這個 就不用加那麼多 冰糖 而且香香的 好 要炒 然後呢 哪一個是香油 香油跟燒心酒 多麼的像 對 那是酒 好 這個怎麼打開 Tim 你連火都開不了 是要怎麼煮菜呢 而且工作人員上前幫忙後 好像還是開不了耶 那個是Lock 你們兩個差點把廚房給燒了 這個火這麼旺 Kim 你的滷牛鍵 可要燒得又香又入味啊 我之前沒有做過這道菜 但是我就知道應該是牛 就是牛肉麵 所以我就想說 應該是跟那個牛肉麵 一樣的做法就對了 這樣是要切 這樣子 Kim有沒有切 我不曉得 應該是直接丟進去 因為他是美國人 這個是香油 以前我都認為香油 是最後殺上去才香 但是聽阿基老師的話 我才學到 大家不知道 我以前真的是 在餐廳做了七年 老愛的餐廳 才剛開始做菜 兩個人火焰味就很重 而且都拿出自己的 拿手絕火來應戰 看來今天是一場 激烈的比賽啊 電話又響了 小姐 妳到底要害我還是怎樣 我的牛 請抱歉 請抱歉 請罵我真的好忙啊 看澳陽山忙得手忙腳亂 妳會不會一不小心就燒焦了 OK 我快失敗了的時刻 趕快一般的 湯上次做也滿成功的 所以 假設說你的材料 那個成分有一個 不是十全十美 對啊 筋了 趕快好好吃 好好吃 OK 你看... 家的狗都已經溫出來 好香啊 聽說筋要加砂糖 不可以這樣子喔 一定要用拼糖 然後呢 這個 芭蕉 這個要放在這個袋子裡 不然會爛掉 就吃的時候不小心吃到 超好的 就這麼簡單啊 然後呢 牛腱大塊 整個 放到裡面 就這樣 Tim有沒有看到 這個雪都跑出來 這樣子其實乳不好吃 所以一定要先穿湯過 你知道嗎 哎呀 戰情真是越演越烈啊 到底最後誰會勝出呢 好 兩個半小時 這段時間可以去 洗衣服 疊衣服 脫地板 看電視 玩電腦 玩Facebook 看你愛做什麼 不要出門忘記回來 台灣好媳婦 Kim 可是非常會利用時間 做家事啊 另一邊 Asami則是因為要照顧小孩子 而忙得不可開交啊 爸爸 蛤 趕快做功課 好像有東西在撒嬌耶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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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媽媽會不會贏 會 阿嬤 你吃定了 我說歐陽山 連阿三米的女兒都來嗆聲了 你的滷牛腱可不能漏氣啊 大家看 傑作就是在歐陽山的面前 阿三米 你完蛋了 你看 台灣的牛腱 有美國人跟葡萄酒一起吃 喝 美滿的生活 然後呢 來 聞起來很香 哇 真的不錯喔 我不騙你 天啊 天啊 行家怎麼好像感覺不用吃 用看的就知道 對 你要跟他說哪一個是哪一個 不用看的就知道 對 已經曉得了 謝謝 其實還不錯耶 它滿好吃的 嗯 牛肉味道很爽 是你的嗎 清燉的感覺 不是 不要比較淡 不是 會有另外一種想法 師傅最嚴格應該是 應該是在贏的 我也是在想 可以吃飯了 這兩個顏色有很大的差別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 上面的顏色比較深 第一個是淺色的 這個像溺水的牛肉 這個是深色的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兩位做起來的牛肉啊 就是說它的這個口感上的肉質啊 真的比較像牛肉乾的感覺 對 為什麼 因為我非常嚴格 因為第一個這個牛肉啊 我們在吃的時候 它不能黏我們的牙齒 對 吃起來要鬆軟 但是不能黏牙齒 所以兩位都大概吃了 我們這個如果 那個年紀比較大的公公婆婆 可能吃完你們的肉 會稍微要剃個牙 才可以 而且這兩位 會有犯一個很大的錯誤啊 對 就是說這個牛腱這種東西啊 它其實不能噴條那麼久 你噴條太久的話 你一個說兩個半小時 一個好像三個小時 我告訴你 那個牛肉乾啊 真的是變成 會非常的乾 對 所以時間上的掌控很重要 可是像榮幸福正會講 你們這樣聽得甘心嗎 不 不甘心 真的 榮哥你一定要做他們 幸福口福才行 對 對 我待會兒啊 我可能不用大概 不用半個小時就做好了 真的耶 好 來 三十分鐘 對 重點是什麼 你要選用正確的鍋具來做 這是重點 對 首先先介紹我們滷牛腱的 一些材料 他們的材料非常多 但是我建議在家裡 一個幾樣基本的 就像這個白蘿蔔 白蘿蔔 我們先把它整個切塊狀 那再來呢 帶一點紅蘿蔔好了 好 這邊我問一下吳輪哥 你在家裡如果滷牛腱的話 你認為時間要多久 通常滷牛腱 至少也要一個小時 對啊 就用傳統的工具這樣子 鍋子 是不是說半個鐘頭 真的讓人家覺得 我覺得很扯 所以文哥那個家裡的鍋具 可能要換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這邊有一顆這個 汆燙好的牛腱 我是建議說這個牛腱 可以汆燙一下 比較好 比較有它那個去血水 味道 牛肉的味道比較可以進得去 那我這邊準備只有一個 就是醬油 冰糖跟米酒 這三樣味道就可以了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乳包 那現在呢 開始呢 我現在這個 備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準備一個這個水 就是我們剛剛 汆燙完牛肉的那個水 高湯還可以用 不是 水 對 汆燙完那個牛肉的水 把上面那個渣渣撈掉 就可以用了 不要 對 雜食去掉就可以 對 好 那我這邊呢 我先把這個鍋子 我先打開 我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不一樣喔 這個鍋子大概它的容量 它都有一個顆度 讓我們看對不對 它可以讓你知道說 你的食物大概要放到多少的 一個滿額度 這不錯耶 這燉個小春季也剛剛好耶 可以 都沒問題喔 先把燙好的這個牛腱 整個放進來 好的 大概可以放差不多兩顆的量 沒問題 好 你看這麼多的這些 像紅蘿蔔 白蘿蔔 蔥 薑 辣椒 藥包等等 請你不要汆燙 直接下去就可以了 醬油放進來 好的 還有醬油 來 一杯的這個砂糖 好的 對 一碗的米酒 米酒 那還有剛剛這是我們 對 我們炭完牛肉的湯汁 是 好了 到這邊就可以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會覺得說 這個湯汁好多 對 可以吃了 沒有 這個是前置作業而已 不是 我想這麼簡單 請他來做幹嘛 後面隨便的人都可以來做了 其實這個鍋子 真的隨便都可以做 真的很簡單 它就是告訴我們 當一個台灣好媳婦 其實只要選這個工具 鍋進去就可以 然後這時候 我們將鍋蓋蓋上去 在那邊輕輕按下去 功能選擇對不對 然後有沒有看到一個 我們就稍稍切開 現在是米飯 對 飽湯 對 飽湯 然後再來 再按一下 對 輕輕的按一下 對 豆類 然後再來 糕點 還有非常多 牛肉 夠了 建議一下 因為剛剛那個牛肉的話 是屬於牛肉片 比較小 那我們這個 你看我這邊為什麼要用這個 我們這個豆類 提筋 提筋 因為提筋的話 它用豬腳 豬蹄盤 牛腱都是非常大 它需要時間會比較久 那我放下去的時候 它已經自動幫我射為三十分鐘 所以剛剛那個肉類是說 比較片狀的 所以你開始射三十分鐘出來了 它偵測了 對 三十分鐘出來 然後我們這個噴條的 噴條鈕 輕輕按下去兩秒鐘 一 二 好 而且你剛剛裡面還有一個選項 什麼 糕點 對 可以做像我們一般 它可以烤蛋糕 對 烤蛋糕 太厲害了 而且你可以煮紅豆湯 對 這個煮紅豆湯超好快的 大概只要二十分鐘 然後它也不會像用鍋子煮 它會撲出來 什麼它完全不 二十分鐘之後就是軟軟 豆子不會爆開的那種紅豆湯 不用泡水 直接放在煮就好了 對啊 所以計程是比較方便 乳牛腱的材料有 砂糖 適量 米酒 適量 醬油 適量 蔥 一支 薑片 少許 辣椒 一支 乳包 一個 紅蘿蔔半根 白蘿蔔半根 牛腱一顆 只要三十分鐘 美味的乳牛腱就完成了 好 這個時間不知不覺 就已經過去了對不對 而且我們是不是 現在已經可以起鍋了嗎 沒錯 對 這麼快 對 因為我們這個時間 到的時候呢 我們在那邊稍微有一個排氣閥 你知道我們這邊 這邊稍微動一下 它有自動的氣會排出吧 所以你不用膽性會有什麼 意外危險的事故發生 是喔 然後輕輕的這個很簡單 你再輕輕兩隻手一開 哇 你看你非常的輕鬆 然後拿起來 可是我總覺得你蓋蓋子 開關都非常的容易 對 好 那我們可以注意看一下 剛剛我們的水並沒有很多 但是現在有什麼水變多了嗎 對 因為它將食物本身的水分 把它怎樣 放出來 對 原汁原味 對 非常原汁原味 蘿蔔湯 對 我們先把它喝一點這個蘿蔔湯 來 好 來 對 你們先喝一下 而且那個蘿蔔漂亮耶 好香喔 好香喔 都是蘿蔔味道耶 對啊 好香喔 很香 而且它雖然軟爛 但是它的形狀 還是保持非常的完整 那它很爛的 有了 包澤心哥 來 我們一起來 我不用 他要放回去啦 等一下 農師傅 我現在不知道應該稱讚你廚藝好 還是零廚藝 因為你把東西丟進去就可以做那麼好吃 沒有 其實說你用正確的這個鍋具來做的話 你可以輕鬆上手變成大廚 我覺得是 每個人都可以變大廚 對 真的 我把這個牛肉先拿出來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來 那個牛肉 它的形狀非常完整 這個牛肉 非常的完整 對 來 你看 真的都熟透了 這個牛肉 連筋的部分也是熟透 好可愛 好可愛 然後我繼續來切 你看這牛肉 牛肉口不口 剛剛好不好吃 我說真的 你看我切的時候就知道 這個牛肉的口感 好香喔 而且它牛筋真的很嫩 對 形狀都很漂亮 對 而且那個筋都很透 對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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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對 給你們介紹一下 對 可以吃吃看那個牛肉的口感 牛肉放冷的也非常好吃喔 對 你不要說熱的肉好像有質量 那當然是我 那給他 對 它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功能 叫 沒錯 對 無水烹調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利用食材 食物本身的水分或油脂 來烹調它 例如說你要烤鮭魚 對 烤鮭魚可以用鮭魚本身的油脂 你完全不要放任何的油 那只要轉到無水烹調這個 暗間的地方 對 模式就可以了 要不然主持人發表一下意見 很好忙 他現在吃了 怎麼會吃 他講話 他吃好大一塊 你知道嗎 對 他講說鏡頭不會對於他 這樣對不對 對 用對正確的這個工具 那你在家裡真是輕鬆上手 真的很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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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好棒 龍師傅太厲害了 工具也太棒了 做出來味道真的很好 可是呢 該烤的事還是要來烤 因為大家都講得好像自己 一副那種 做菜很厲害的樣子 真的嗎 先來烤 我現在你們對台灣菜的嘗試 非常的簡單 等一下贏了有獎品帶回家的 好 你會用電子鍋吧 我們也要開電子鍋 第一個 三杯雞 三杯雞是三種調味料 請問它沒有哪一種 三杯嘛 醬油 好 醋 沒有... 沒有醋 Oh God 第三個 沒有God 沒有God 沒有... 沒有... 我們給你四個選項 來 仔細聽 第一個 酒 第二個 水 第三個 醬油 第四個 麻油 三杯裡面沒有哪一個 沒有哪一個 水 Amy打水對不對 答... 沒有哪一個東西啊 Amy答對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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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淨淨無道最佳答案 九成... 沒有水 三杯裡面沒有水 沒有水 好 來 這是龍珠 你在海產店場吃 對 龍珠是章魚還是魷魚的嘴做的 對還是錯 來 你們都沒吃過嗎 請舉手 錯 認為錯的請舉手 所以剩下你們都認為是對的嗎 剩下是沒有聽懂的 是嗎 龍珠是什麼 你們知道 你們都沒有吃過 就是沾粉炸的那種 你是看這個圖書是不是 上面還有點蔥瓜 跟大條嘛 對不對 150 有時候還可以加點蒜頭 抹下去不錯 胡椒鹽這樣子 我跟你講 龍珠是用魷魚的嘴巴做的 嘴巴 是錯 沒錯 是 它是用魷魚做的 對 好 你們都沒吃過 沒有 我們都答對了 不是 很蒙的 對 不像 很蒙的 來 腰子是什麼東西 你們知道 豬的是豬肝 那個 豬的蛋 這一顆喔 哪一顆 它有幾顆 腰 它有兩顆 對不對 哪兩顆是哪兩顆 大顆的還小顆的 我的天 腺 腎 腸 腸 對 就在腎 好 很好 這個늦體呢 這是什麼 這個我這個搞不清楚 我是到底 什麼 水晶角 太扯了吧 你看那是哪一顆 有毛 有那個 沒有 K一把 水晶角 柔AM上了 在這個有沒有認出來 queste 對 花枝 花枝 對 小枝答對了 花枝嗎 那套是誰 這個叫... 這個我知道... 這個婆婆有買過 三飛機耶 不是 這個小枝是套廳 這個是魷魚 對啊 這個是套廳 對啊 最後一個問題 我以為是禮物 沒有 我最後一個問題 我以為禮物是衝耶 沒有 這樣子 哪一個是蒜 哪一個是蔥 大蒜 蔥 蔥喔 對 所以她答對了 厲害 沒有 那個不是大蒜 那是蒜辣 蒜辣 蒜辣是台語吧 對啊 蒜 就是蒜 不是大蒜 那是蒜娘 我一般會誤以為是 我會誤以為是那個 婆婆 這個不是大蒜 婆婆 那是蒜辣 蒜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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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買菜了 謝謝婆婆 謝謝婆婆 有沒有 小吃你分得出來 腸辣跟酸辣嘛 對 可是一定有在菜市場 有吃虧吧 對 台灣的做完全 泰國菜跟台灣料理 完全不同 然後料也不同嘛 然後大部分都是我婆婆 在教我 然後 然後我有一事呢 就吃虧 就說媽不用 叫我了 就我來 今天我自己來 我自己來了 然後你知道嗎 我就要 那天要煮那個 魷魚炒 炒 灌 什麼東西啊 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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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我就拿來 然後洗一洗 然後就歇了 泰國要歇菜 我們都習慣 不用板子 對 然後直接歇 我們鎖 鎖很好 不用砧板 對 手拿著 然後再這樣下下去 然後我那一天 就這樣下下去 哇 紅色 中了 有紅色出來 鎖 然後鎖到 你看 你知道嗎 我當場 妳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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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 真的 真的 翻白眼 然後 血 昏倒了 然後他們送急診 然後封了三針 到現在還有巴 你看 然後我回到家 我怎麼吃飯 你知道嗎 我說這樣 不要這樣 我真的是 妳也包扎起來 妳明明就跟你這樣子 對啊 因為它包是包很大一管 對 我沒辦法放下來 因為放下去會痛 會流血 血會流下去 下去會痛 然後我就坐在那邊 好厲害 對 來 阿沙米妳呢 因為我 一開始來的時候 我看那個 我婆婆的阿姨們 煮飯 就看得很可怕 因為我們日本人煮飯 非常優雅 就是慢慢煎嘛 然後慢慢煮 然後擦擦也是這樣子 對不對 是 那在台灣就是 蒜頭 啪 對 對啊 然後就這樣子這麼簡單 然後洗澡就是好像洗衣機一樣 就這樣洗 我覺得很暴力對不對 對 好像打仗的樣子 然後就是炒菜也是油這麼多 然後就倒下去 然後就蒜頭啪 然後油再噴噴噴噴到電話班去 然後噴 就當初都是就是 然後就是鬥雞最可怕 因為那個骨頭會噴來噴氣 然後我是怕遮到我的眼睛 所以他們一開始跟我說 教我怎麼做 我就在 就是在那個廚房的門口 就這樣子看 然後我才是 阿沙米來... 你要看... 我就真的要看嗎 對 現在我... 我會拍 妳會拍 對 我洗澡也會... 會這樣洗衣機 但是跟那個... 那個... 雞還是沒辦法 不行 真的喔 可是阿沙米 如果是在英國做菜的話 也會這樣子 很豪邁的 像台灣人這樣拍 你兇這樣嗎 對 沒有 你們也是很優雅的 對...不像阿沙米 不愧我看 Jimmy Oliver也是 他用手這樣... 他很帥啊 很帥啊 對 他可以丟 anything 沒關係 他很... 不是嗎 不管阿沙米做什麼都很帥 對不對 是人的問題 是... 那你自己呢 做菜還有其他的 我本來的時候 然後我不知道 我的老公最喜歡的菜 是牛肉麵 所以他在上班的時候 我一直看YouTube 怎麼做... 所以我去買東西 然後準備在那個... 什麼時候 那個鍋子 可是我在英國 如果我做燉的牛肉 我加很多鹽巴 所以我覺得 有可能他們在YouTube上 忘了加鹽巴 因為我... 這個是我的習慣的 飲食的... 習慣的 所以我加那個... 那個... 完全的東西 在那個鍋子裡面 還有很多醬油 什麼多鹽巴 很多 對... 他老公回來的時候 他說很香喔 老婆你做什麼 我說你牛肉麵 他很開心 他吃的時候是... 好吃... 好喝... 我說真的嗎 我以為是一點... 一點點太鹹了 所以他說我好喝 所以我去廁所 那... 好了的時候我抽抽看他 他在那個... Kitchen裡面 他說他在加很多熱水 在那個湯裡面 所以在做什麼 他說沒事... 這樣子什麼的 他好可愛 你老公對你好好 對啊 他很開心 另外一位是龐嶺 我來台灣我就學 第一道是我的那個肉燥 然後那個時候 我回到上海去 後來有一次我公公 就是出差到上海 然後就來看我們 住在我們家 那我想說公公今天 下飛機過來也很辛苦 剛好是晚上 那我想說好 那我就準備做晚餐給他 所以我就從中午開始 就去菜市場買菜啊 傳統那種菜市場買菜 然後準備好到家裡 反正就是也不知道 弄了什麼 就是有點緊張 就做什麼事情 就是動作又特別的那個 不是很連貫這樣 反正我想說沒關係 一個下午就讓我 慢慢...把它弄好 因為我也記得 我把我婆婆 做的那個每個步驟 譬如說肉先放下去 就是放油裡面先爆香 然後可以 有的時候你可以加蒜啊 然後我也看他會加醬油 醬油膏 然後都一定會加糖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要加糖 那我想說好就加糖 後來我那一次 我加了一次糖 後來我因為太緊張 我想說再加 感覺再加 我要加鹽 可是我又加了一勺糖 我加錯了 對 我加錯了 然後因為我也沒有看 我就說這樣子 然後加進去 然後趕快炒 因為這邊又快炒焦了 那個肉已經有點乾乾的 然後又去加熱水這樣 反正就是這 也就是手忙腳亂 但是沒有燒焦 就最後還是 一個成品出來是很亮的 那個就是油亮油亮 然後我公公來了以後 我就說 爸 我說妳吃吃看 我今天做的這個菜 品嘗品嘗看 給我打幾分這樣 後來我公公就 吃了一口以後 就對著我笑了 那個笑我就覺得說 像我老公吃了以後 會笑的那種感覺 我心有安慮有沒有 我就想說 一定好吃這樣子 後來我公公他說 不錯... 這是我有史以來吃的第一次 好可愛喔 其實甜的 我想說我不會加得那麼甜 然後我就自己吃了以後 跟那個蜜汁火腿的那個蜜汁 對 蜜汁肉燥 好甜喔 我從來沒有想過會做那麼甜 後來我就想說 可能是我加的那個料的時候 加錯了 後來上一次來跟我老公 一起來錄影的時候 不是要做菜嗎 我就一直在想 我到底要做什麼菜 後來我公公他說 妳不用想了 妳去做那一道 妳做給我吃的那個肉燥飯 記得裡面要加多一點糖 妳老公一吃 一定知道這道菜就是妳做的 其實這個是大概兩三年前 我做給他 他到現在都一直印象很深刻 真的 不見得每一個媳婦呢 都會像我們這些姐妹這樣 這麼會做菜 可是呢 我相信每一個媳婦 都有他們很棒的優點 希望家人呢 都可以看到他們的優點 之上來大家一起快樂的相處 是 不一定現在可能做得不好 對不對 但是呢 大家旁邊的人看得到 妳努力的過程 這樣就值得了對不對 好 今天謝謝包心女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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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來幫我們按讚 加訂閱 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 記得 有多下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